當年一天在出頭要特別注意安全 他在各種一名中生各種二年級的學生 會不跟進口下口的時候 跟當年拿到家庭上去下爪太陽氣 結果這家庭上以外插一名中生學生的 手腕聽到國際生事哀哀叫緊急送醫 醫生表示都親台友一公分親兩公分看 上到認代也還有骨頭 需要開頭真地好在無死名的危險 這名國際的中生學生被緊急送醫的時 到手的手腕上面還要插到一支家庭 民宿都沒有標準 學校的學生也還有救人的人員 就怕無險把家庭背起來 會突然想到當月日四歲過多 只會當冠軍爆炸 很小心的讓國際的學生告別他救治 其實真的不是所謂的暴力侵入 或是同學吵打架之類的 絕對是因為學生之間互相玩 這樣子的一個意外事件 那有關下課的作息 還有那個學生之間的這樣子的一個息 那我們在事後 我們會對學生做一個輔導跟要求這樣子 學校的處置都是正確的 可以幫我描述一下 他大概那個刺進去 大概學校判斷不把它直接取出 因為你說深度大概一公分嘛 對 因為他刺入在手臂上面 在手臂上面 在手臂上面 學校的考量應該是擔心他的 他裡面的傷及韌帶或是神經血管 那既然傷害已經造成了 其實比較好的作法 他沒有在主動在流血 比較好的作法是 到醫院的生態室 剩一萬剩到當下的豆腔獎 當過這間一時的七頭 剩不記得肚子沒生肌肉 這身上到豆腔的韌帶 還有骨頭 還有要開肚治療 好家在不死命危險 也算是不形中的大型 星期新聞 中來行 以地鄉 彩虹報登